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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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六十文最新研究的一些高空方速远程的无人机器 它相比 彩虹四 彩虹五 低级数额都要比较高 它的循环数额是600至875个小时 那么载核呢 正常情况下装在侦察设备 只要300多米的价值 其实可以扩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挂一些轻轻的武器 整体来讲呢 它的飞行性能比较好的 正常的循环高度 一万 以后所有发动机 叫做提高 进步 呃 身陷飞赛提高 那么一万五左右 还是可以来到的 嗯 那么它和这个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机型效应 那它有每些优势 它是一个模仿化的设计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弄一个大的机身 那么 机翼 发动吊仓和唯一 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在高性能的情况下呢 保证呢 它有良好的维护 然后呢 使用保障能力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 以前呢 咱们讲的飞机 很多都是主动挨护了这个飞行性能怎么样 所以打这能处 实际上来讲 真的在用户的时候 还要更关注的是什么 是它的可靠性 它的用满成力固 它的高速性能 那这一些比较新型的路程机以外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一些比较成熟的机型 比如像采红4 采红5 这些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成熟的一些产品 也有最新的实战数据以及销售情况 采红4无人机呢 目前是使用量比较大 用户也比较多 不完全统计 目前实际的使用时间超过了2万多小时 4000多平均价次 整个的投放武器是发来一发 命中率呢 超过19 采红5 现在有些用户 公社我们在做更大的市场推广 我相信在未来的将来 采红5也会将采红实用 获得更多的用户 之外我们还看到在我们的展台中 出现了采红10 采红10 这两项时间很长 这一次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涂装 包括那些设计 那些新的改变 最近几年呢 我们采红10 从一个设计到生产出来的 零机最后飞了起来 而且飞得很好 应该说呢 在这种轻转悬疑温机 基础的 关键技术 我们都获得突破 实现了从直升机模式 到水平飞行的过渡 安全过渡 应该说呢 效果是非常好 应该说很快 我们产品制度 就能够上市 基础现在面临越来越多的 这个战场的挑战 对此出现了这个 运行化和高速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您认为下一步 应该如何 从医用环境来讲 有一部分 是需要这种高速的 连生的 并不全都是 所以说呢 我们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高低搭配 所以说呢 我们会设计一个组合 来完成不同的素材料 其群做善 或者说无人的协同 无人机和无人机之间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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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大的发展方向 我们自然会非常关注 彩虹这么多年的发展 比如说 坚持的一个 比较好的理念 就是 把无人机的 长老师 重整 发布在这边 像我们 无人 注重于操作整体 我们并不需要飞行 不需要 特别专业的 地区 在两三个月内 就能够形成 要不能 不仅仅是说 飞行操作型 但 也能使用 整个速度的 还有我们 维护 差不多 我们尽量的生活 比较简单的构型 实现一个 非常高的飞行性 和一个 非常高的使用效果